好 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介绍完成关大师的那个教企音缘的十门 那因为今天有新人同学 所以我们简单再跟大家就是重新复习一下这十门 也就是华严经的应试音缘的一大式音缘 首先第一个法婴儿 这指的就是指说 华严经这整部经典 其实就是在跟你讲本来如是的道理 也就是本来的一个生命境界 什么叫本来的生命境界 就是法申 法申佛披护正道如来 他所展现的一个爆化成就 食生剧毒圆满的一个生命境界 也就是我们禅宗 或者是我们常常在餐厂 就是说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就是这种生命境界 就是整个华严经要交代的 这个叫法婴儿 也就是法耳如是 本来如是的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华严经要跟我们讲的 那再来 所以呢 所以要学华严经 第一个必须要打破我们 生而为人的一个意识形态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进道场 就是要学佛修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你要 路了佛门 我们要把我们原来 对于我们从小大大的一些观念跟思想 我们慢慢要去回归到修行的这个基本面 来看生命 这个是大家要先认知的 所谓法婴儿讲的就是法耳如是的道理 就是经典 包括你对时空的概念 那在华严经里面呈现的 你就会看到它是超越时空的 这种局限的一个经文的行文的状态 好 那这个法婴儿就是说 它本来如是的这个道理 那第二个仇素因也就是说 那佛他是如何兑现他这个万德庄严的生命经济 也就是他透过无量的恨愿的行持 仇素因啊 也就是他过去如是因 现在如是果德的一个展现 那就是他的大愿力跟他的往昔的恨愿力的关系 那第三个顺机感 那你说佛他自己成就 我相信大家也听过 他自己成道之后 他第一个时间点他想要怎么样 他有想要说法吗 没有的 他想要涅槃 那后来因为凡天请法的关系 所以他才随顺世间的应流 然后说三圣教理 所以顺机感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部怀言经会被流通 他的机感 所谓的讲到机感 我们学博要知道两个 一个是气理一个是气机 气理就是你要知道本来 本来如是也就是真如不法界的这个概念 那顺机感你要知道就是说 众生的根气如何相应的法门的问题 这个就是顺机感 那所以说经典里面 陈冠大师就讲 他这个机感是通过去现在跟未来 也就是再会七处九会的 这些法生大事是再会的当机中 也就是现在的佛当下的那个机感 那今天我们听闻到这些一圣教育 听闻到华严经的 那就是未来的机感 我们未来会成熟 所以是未来机 所以各位都在这个 华严经的机感当中 其实华严经他不舍一切众生 虽然你 我们可以常听到就是说 二生生文人 他有眼不适舍挪声 有耳不闻有顺教 可是呢 在华严经里面 如来出现明他就有讲到 他其实不舍一切的众生 乃至你现在是未来机的 他就是远中不离音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听闻任何的一个精教 其实都是这样的概念 假设我们不是这个教法的根气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 都是远中不离音 在未来他就是会成熟 所以都是机感 都是当机 只是现在机 还是未来机的这个概念 那远教本就是指说 这个华严经其实它是什么 所谓的根本法文 也就是所有教法的一个根本 那你看他有开两个 一个是开建资本 也就是开这个建教的根本 然后什么叫建教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圣教跟三圣教 一圣教就是讲佛圣的 三圣教是讲什么 身文 圆觉跟菩萨圣 那一般我们讲佛在路圆院转 四地十二形象法文 对不对 这个指的是指 应 说佛世界众生的机感 转的三圣法文的一个教起 所以就是从阿寒十 有没有 就是 华严石不算的话 应是 因为华严石的机感 它的当机是什么 法师大师 所以他在讲一个本来如是的一个生命境界 可是应说佛世界根气的话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圆顿教法 那释迦佛就怎么样 佛就怎么样 他就顺应众生的根气 开始转三圣法文 那所谓三圣法文就是 通声文圆诀跟菩萨的一个教法 所以他从阿寒十开始 然后波尔 阿寒 方等 就是他有五十 我们常听到的那个五十教法 一直到最后什么 法华涅槃十 那这个就是指什么 第二个 也就是舍墨之本 也就是说你要 刚刚讲的是三圣就是开拳减持 把刚刚的三圣收回来到一圣 这个就是舍墨 墨子的就是指滋流 本来一圣一佛圣这个是根本 那依着这个一佛圣为了顺应根气 他开了三圣教之后 到了法华涅槃使的时候 他要全部会归回一佛圣的思想跟教说 跟大家讲说其实你们本来就成佛 所以有法华经 所以说最后 刚开始归法圣大事 这个是开建教的根本 最后到法华涅槃使的时候 他会莫归本 把三圣教开会 把三圣教这个开出来的方便法 三圣教说全部收回来使法 所以这个就是宣说 你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本来是佛的这个概念 这在法华涅槃使的时候讲的 所以说这个所谓 微教本就是指华言 其实它是开三圣教的根本 也是会三归一的一个根本 所以它我们在教称里面 你会知道原教有两种 一种是别教 一种是同教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讲 所谓同教就是什么 会三归一 共同原教的这个部分 那别教就是指什么 它是不共三圣的这个部分 它就是直接显现佛的生命境界 那就是华言的部分 所以天台的讲法华的原教 跟华言讲华言经的原教 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说 它是站在方便面来讲的 跟站在究竟面来讲的这个差别 所以会产生共教 跟不共教的这两种 的一个原教的说法 的关键就在这里 这样理解好 那所以这个就微教本的部分 它是三圣教的根本 那第五个显果德 就是显佛的一正二报的果德 那张地位讲的就是指 在华言经里面 你会看到两种层面的 讲菩萨修行的阶位 这个地位指的就是 他菩萨修阴行 而有四地阶位差别的 一个果正的内容 所以在张地位里面 你会看到有两种 一个是行部门 一个是圆隆门 所谓的行部门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菩萨接位 他从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妙觉 这个次地叫什么 叫行部 他就是像这样一行一列一列的 这样裸布出来 这个叫行部 就是有分位差别 这个叫行部 那所谓的圆隆门呢 其实就是华言经里面的特色 也就是他从入位开始 也就是实性满心 发起真实的 不退二圣的这个菩提心 入住位之后呢 他进入了就是什么 华言所谓法界的理 从契入理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来讲圆隆门 所以圆隆门的概念 他会是从站在理上 站在法性上 来切入的 那行部门的概念就是什么 站在士修的 士向阶位上去 去分析他的 所以华言经在讲地位 在讲这个阶位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有两个层面 所以你常会听到 他一位射一切位 为什么出发心实 集成正觉 或者是 就是你在实柱的经文里面 犯行品啊 或是出发心功德品 或是贤手品 这实性位的经文 你都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就是 他出发苦啼心而已 可是他等同于佛 究竟果位的那一份的佛性 这个就是从圆隆门上来讲 可是他从行部门上来讲 他士修圆满了吗 还没圆满 所以他要去 历劫的去修行 菩萨的这个 这个阶次 阶位的这个 行政的这个内涵 所以说 圆隆门是站在理性上 体性上 法性上来讲的 所以在华言经的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 一位 射一切位 一行 射一切行的这个部分 所以圆隆门在华言里 在华言中里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名像 叫做谱啊 谱门的谱 谱闲的谱 谱闲的谱 为什么 华言经的书胜的关键 在讲圆隆的部分 一集一切 讲的就是这个谱法 谱门啊 真正的那个谱门 其实就是华言的这个 地网无尽 圆隆无碍的 这个叫做谱 所以华言经里面 其实就是讲谱形 谱法 那如果讲阶位的话 其实它就是谱位的概念 所以你在从 法杖的探玄记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谱法 谱形 谱位 这种谱字的这个概念 其实这个就是在华言中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像 它其实要表达的就是 它的圆隆门的这个内涵 所以说常常会看到 一集一切的这个 这个 一集一切 一位 射一切位 一行 射一切行 还有你什么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母开 这个都是一集一切的概念 所以华言里面的谱门 不是只有你修辞 你甚至起二心的念头 你的障碍也是普遍呈现的 所以说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修谱法的人 就是我们在心心念念上 其实都是要住在正念上面 那你一旦一念正 你念念 都具足圆隆 都是正念的 这个就是 航步跟圆隆 就是在讲阶位 修行的时候会起到 那这两个其实是没有障碍的 他在等于说理跟事 其实我们慢慢学华言经 你要非常理解到这个四法界 平常我们生活的这个叫 事相的事 事相的事 事情的事 事的法界 一般我们人 人的法界 这个三界六道的法界 好 那再来 离法界 基本上就是指 你要正入空性 要契入空性的这个部分 所以是什么 二顺身闻人 原觉人 乃至菩萨 他所能够正得的这个空性智慧的这个法界 也就是他不单只看在这个事相 事相上 他还能够通透这个背后的什么 缘起背后 事我们平常看到的是什么 境界是什么 事相 事情 事相 桌子椅子 你我他 好这个叫事相 那离法界就是你不是只看到事相 你还看到他 你不是看到显的事相而已 你还看到隐藏在一切万法当中的什么 一个缘起性 那缘起性是什么呢 就是无自性 就是空性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佛法常常在讲空性 无自性是从什么来讲的 从因缘 从缘起来讲的 所以契入离法界的人 他看到的不是只有什么 事相 表皮 表面的东西 他能够 关照到他 后面他 无自性 他的缘起的那一个层面 所以他能够 入空 入空门 就是关键是在于他契入 不是只有事相 他理解契入的是 事法背后的这个体性 理性的部分 这个叫离法界 那离世无外法界就是从 华言的修行 入位开始 你入了这个华言法界 从 从 柱位开始 你实性满心 柱位开始 你往后修的这个 每一个虽然是行步 事相的修法 事修的这个菩萨行 可是他同时具足什么 理无外的这个体性 所以也是具足圆融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理世无外展开 就是整个菩萨道的展开 就是理世无外 那二色生文人基本上 他没有办法理世无外 他只能做到理无外 他能够掌握到空性 能够契入这个空性的核心的一个本质 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起这个菩提心 来展开他菩萨万行的世修 不舍重生的这个部分他还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个是理世无外法界是属于菩萨行 菩萨道的生命境界 然后乃至第四个层次是什么 事事无外的生命境界 这个就是佛 也就是他已经怎么样 夜尽晴空之后 他也不从理上去讲 他直接从什么样 事相跟事相都是没有障碍的 从这个叫佛的境界 事事无外法界 这怀疑经讲的事事无外法界 为什么一能够集一切 这个其实都是站在事事无外的角度 也就是站在佛的生命境界的角度来看 所以说 学华言知道航部元龙 那你要知道世法界 还有这个所谓六项元龙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不会再多去讲这个 那就是总的来讲 就是整个一切法 他都有什么 总别同意跟成坏六项 大家有听过吗 有听过 总 可是新同学好像有点 会听不太清楚 没关系 总的话就是指的说 任何一个缘起的法 都是具足这六个面相 总相别相 同相 同相 异相 成相跟坏相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六项 那这个六项 你现在是拆开来讲 可是其实他是圆龙的 也就是一切法都具足这样的六项 那所谓的总相是什么 就是任何一法 他法不姑且 他都要有因缘 那成就这一法的因缘 好 这就是他的别相 那成就的一法 都是什么 都是从 你从单一法来看 都是总相 好 譬如说你 你自己 你就好了 你今天有你的存在 你就是一个总相 那你的 你怎么生出来的 你怎么来到这个世间的 你有你的因缘 对不对 那些因缘通通都是你的别相 好 那同相是指的说 就这些别相的因缘来讲 他们共同成就你这个因缘 共同成就这个世法 这个叫同相 就是同一个 同世法界缘起的这个概念 而且是没有障碍的 那所谓的异相就是指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差别性 也就是因缘性 各自的因缘性 然后他们共同来成就这个总相 这个就是成相 那坏相就是指他们各个因缘 各个因缘的一个 譬如说你的掩耳鼻舌声 所谓坏相就是你从掩耳鼻舌声 单独 从你的五脏六脖 单独来看 你这个人声的时候 那个就是掩耳鼻舌声 跟五脏六脖 就是你的坏相 就是法柱 各柱各个本位的时候 可是这些掩耳鼻舌声 跟你的五脏六脖 还有你的皮肤骨骼 全部组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什么 你的人声 这个就是成相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为什么讲六项圆龙指的就是指说 不管在解释华言经 里面的生命境界 或是经文里面 都有出现十句十句 那祖师大德就透过这六门来解释 也就是说每个十句 其实它都是怎么样 有种别同意成坏的六个角度来看的 共同来成就整整体的法界 这样子在诠释华言经 那任何一法 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任何一法 其实它也不离开这个六项 所以这个大家在学华言要很清楚这个六项的这个部分 那你们平常在家在生活当中你们就可以去观照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华言的这种 世法界啊 古障碍法界 一往不进法界的这些关系 带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然后你去观照那个圆龙在哪里 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什么 是差别是看到是事项的差别 你看不到里 那个圆龙圆龙门啊 就是要透过观照去展现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修行的人常常啊 不是只有看在事项的境界上 你要能够看到境界背后的一个缘起 你才不会困扰 你才不会烦恼 很多人学佛学到很烦恼 那个就是什么 都是被境界卡到 所以不是 所以不是卡连阴哦 是卡到境界啊 境界都是显的啊 那你入不到那个影的那个理性体性上面 是 是不简单啊 是不简单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六道轮转 因为我们常常忘失什么 正面 我们看到的不是理啊 你看到的是什么 事项 然后你就 随着境界怎么样 伸什么 伸心啊 然后你伸的 你的心跟我的心理不一样 烦恼心都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 这是不好的境界 是 所以这是从事项的法界来契路 你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你会烦恼不断 然后造业不断 轮回不断 这就是事法界 事项的事 那理法界就是我们常常要去锻炼的 你要从一切的缘起事法当中去观照到它的缘起性 它的法性 它是具足空性的 讲空 佛教讲的空 不离开缘起 所以它不会在缘起法以外有个空存在 它是顺着缘起来讲空的 所以说你要常常观照这个缘起 为什么缘觉 缘觉它看到树落叶 它能够悟到十二因缘 它就是看到 不是我们看到的是 哇好美哦 那个枫叶已经变成红色 对不对 那你的生命境界就是这样啊 好美哦 那个枫叶变成红色 可是缘觉二圣人 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事项的展现 它入到的生命境界是什么 它看到那个体性 它的无常 苦 空 无我 它因为这样而契入它的理法界 这样你理解吗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看事情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你常常在观照 事项跟缘起法上 我们要多花一点心思 我们就不会随着境界去转 这个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 它有很多同修 很多这些居士菩萨 他们来到场发心 常常有时候做义工做一做 然后起烦恼 有没有 其实往往就是 这个烦恼其实也不是 你也不能怪别人啊 其实就是要怪自己被境界怎么样 转啊 因为你受不了啊 受不了那个对待 有没有 受不了那个语言 受不了那个面 脸色 脸色 对不对 受不了什么 很多 是 是 好 来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史玄门 那第一个我们 我们不想现在一开始就讲史玄门 因为那个会搞得大家头很晕 那你要抓住一个原则 就是我刚才讲 航步跟缘隆 你今天只要搞清楚理跟事 其实你从事项上去观照到理无碍法界 你才能够进入到史玄门乃至六项 因为这个都是事事无碍法界 好 假设如果你没有办法从事项上先弃入理法界 观照到它的缘起性 观照到它的空性 它的无自性 你就没有办法弃入理法界 你就没有办法往后展开理事无碍 跟事事无碍的身体境界 好这样理解吗 所以菩萨行 佛的生命境界 华言经讲的一个修持 都是在什么的一个基础 在你正得空性的基础 也就是你因为正得空性 你才能真实发起不披心 好这样理解吗 所以说所谓华言里面讲的 不退二圣出发心 他讲的出发心 不是像我们现在认知的 你是菩萨佛 受戒的时候问你是菩萨 我是菩萨 然后呢菩萨受完了 菩萨戒隔天回家 看到境界 然后呢 就退伏地心 有没有 这个就不是 华言经里面所讲的出发心 华言经里面讲的出发心 实性满心 入住位这个出发心位 出发心住 这个是已经不退二圣 所谓不退二圣 就是他能够安住在圣生的 空性智慧上面 他能够安住在圣生的 菩萨上面 这个就是出发心的一个定义 那他这时候发起的菩提心 才是真实的菩提心 也就是跟众生能够真实同体 为什么你的同体大悲发得起来 因为你居住空性 如果今天你不是正入空性的菩提心 的菩萨道都会退的啊 那你不叫菩萨道啊 那个是你人的菩萨行 对 这样理解吗 那跟菩萨道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关键你还没有正入空性 所以说你不管四十五外坊间 或是十玄门 或是这六向圆楼的坊间 我们现在是站在你上来讲 你首先你一定要能够契入离法界之后 你能够把这个离法界的体性 扩展到一切的缘起释法上 然后进入菩萨行 菩萨行的这个修持 你才有你四十五外的生命经验 跟生命经节的开展 然后等到你这个阶位修行都圆满了 你才会兑现十玄门 你就是四十五外的生命经节 这样理解吗 所以他是会有一个阶段 跟次第的一个不同 所以现在讲十玄门 或者是这六向圆楼 其实他就是一个概念 对我们现在释法界的人 仁菩萨行来讲 其实他就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 他是一个冥想 因为我们还没有契入离法界的那种 般若的那种智慧 跟空性的那种自在 所以你跟众生有没有区别 有啊 你的区别一直在 而且那隔阂很大 那为什么菩萨他能够做 你说你十十十慌位 十慌位第一 欢喜行 有没有 他那个布施 是怎么样成就的布施 他的所有的身体 眼耳鼻舌声音 都可以拿去布施的 你做得到吗 我们做不到的啊 你可以感觉那个差别 那他们为什么做得到 他契入离法 他有离法界的基础 然后他只是在世修上 在菩萨行上去加强 锻炼他这个空性的一个体证 能够扩展到世修的层面 能够去经验 能够兑现他的那个生命境界 不然你说 十慌位欢喜行菩萨 他那个布施波罗里 他怎么成就 你去看那个经文 他所有的身体众生要什么 他就布施他什么 而且是无量节来 都这样子行菩萨行 我们没有办法 为什么 关键就是 你还在差别的事法界当中 差别的事项的法界当中 所以你一直有一个对待 这个就是说 当我们还没有证 得一切法的空性 一切法的自性 不自性的之前 你的生命境界 他就是一个冲突性的 他是有时间空间性的 他就是单一的 他没有办法谱啊 这样理解 他没有办法积一切 关键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还没 他不通嘛 你整个空性的那种 凭解上还没有通透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安住 那个忍就是生忍 就是忍耐 为什么巴蒂叫无声法忍 他已经无功用行的一个安住 一样是忍 可是他层次不一样 是 等一下 叫无助出位才算出发心圆满 实性满心 他在华言里 他是出入位 就是出发心住 是 才算生起真实的信心 菩提心 那那个时候的信心也才不会退走 那跟我们讲的 事不坏心有决定吗 嗯 是这样的 那个事不坏心基本上是 一般 当然如果你要从 你要从三圣或一圣的教法来看 会有差别 你如果从一圣教的来讲 你的信 基本上那种信 不是信仰的信 对 他就是真实的 对生命 你相信一切众生是不是都具足佛性 从路出入位之后 他发起的菩提心是 一切众生都是佛的那种信念 所以他为什么能发起不退转的菩提心 跟信心 关键就是 他不把你们各位当成什么人看多 他把你们当佛看多 所以他的 他没有那种对待的分别 不像我们的那个分别那么重 这个是学华言经你要 然后很刚开始要知道的一个 一个航部次第的一个观念 要清理 是 所以请问一下 那金刚金里面的八福星指的是 十净满位 或是 对 不 金刚金 金刚金是三圣 他是空中解空的金 那基本上 如果你要从一圣 一圣教义来看 基本上 所有正的空性 如果要和华言的结尾 其实就是在 出注位 对 只是原教的出注 他相对于到 始教三圣的教 他可能在出地 譬如说 你始教维士 他讲三大阿僧奇结 那刚好 你就可以去对一下 他有一个表 你可以对一下 原教的出注 其实他会等同始教 宗教 或是 小始终队员 他的不同的菩萨修行的结尾 你可以从这样 所以他断货断烦恼的 分位也不一样 对 是这样子 所以师父在那个 陆华世纪 是 然后这个 赞才同志说 是 所以 他的三大阿僧奇 他会提到 所有三大阿僧奇 是 那个是指他实性 他文书 文书菩萨代表实性法门 那 呃 这个 他 请 他跟赞才同志讲说 他去 呃 往南去参访 这基本上 他往第一个善之士 就是 文书就是象征实性法门 那从 呃 过去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本来就是诸佛 诸佛的老师嘛 是是是 所以他基本上他也是古佛 古佛再来的嘛 那所以说他有时候 童子是因为他可能过去修行有限童子向 所以那个称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是是 好 那 这个就是张地位 有元隆跟航布 那说圣行呢 这个其实就是扣着我们刚刚讲的 华言这个谱法 谱门 为什么常常说我持苦贤书盛行 华言讲的盛行其实关键就是在他的苦行 也就是从元隆门来看他这个是什么 顿成诸行 也就是说他的行是一切行 这个我们上次就有好几次了 其实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从持住开始呢 你就会看到一级一切 一级多多级一的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都是 入这个华言的这个法界体性上来谈的 从元隆的角度来看的 所以他的普法普行的这个盛行 关键也是在这里 所以他出发心的时候 就等同三师一切诸佛的这个体性 他是一样的 你刚出发 华言原教的这个 出发心柱的这个菩提心 跟你最后成就佛的妙诀果位 这个菩提心是一样的 只是关键他在过程的这个世修 的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好那再来呢 还有举如来出现品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佛成正觉的时候 他的三世间是圆满 华言讲三世间 所以他的眷属啊 一切众生都怎么样 成就正觉 所以你看他的 华言经世俗妙语品里面 刚开始的经文 你会看到他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他 契事间的圆满 他的大地庄严啊 菩提树庄严 世子座庄严 宫殿楼阁的庄严 这是他依报 正报所义的这个 气世界的一个圆满 那再来有形世间 就是他的这些卷主 那你在世主妙语品里面 看到他各个正德 解脱法 所以说佛成正觉的时候 普观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 所以所谓的帝王无障 无障碍法界观 他是怎么样 他其实就站在佛成道的 那个角度去看 所以怀言经其实他是在讲一个 果位的一个生命境界 所以他能够普法普行 关键就是 就是在他的生命境界 其实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 所以他才能够兑现这样的 活死普贤出盛行 然后而且在这样的生命境界里 没有一个众生是离开这个 离开他的 他的这个生命境界 也就是同体的概念 所以叫法界缘起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让大家看一个 就是毗无正阿如来的一个 法界人宗像 那个其实就是最好去展现 其实之前好像有给你们看过 那其实最好说明什么 海印三妹定境当中 他所展现的一切的众生 还有就是气世界 三合大地 都在他的佛生当中 也就是这个 他的佛生就是整个法界的一个展现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生命境界 世事无碍的一个生命境界 你说我的身体里面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其他众生的生命境界 当然你从你现世的人生来看 你可以解释他是八万四千重 他涵盖了很多的微生物跟细胞在里面 可是佛的生命境界里 不是只有这个八万四千重 而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寒到 他的生命的一个内涵当中 这个就是如来出现品 那普贤新品里面就有提到 你之前就讲这是什么 一念称星起百万障不开 所以他有一障一切障 一休一切一休一正一切正的部分 那如来虽好光明功德品里面 甚至有跟我们讲到 一段一切断 这个就是上一个礼拜有提到 也就是说我们学华言的人 你要知道怎么去观罪信空 然后去如实的去做理灿 当你在世修上去礼拜忏悔法门的时候 你在体性上理性上 你要能够契入这个空性 要观什么 观罪业的无自信 然后来达到忏悔罪业的这个部分 这个叫理性上的忏悔 体性上的忏悔 这个叫理忏悔 那所以这个忏悔能够达到普遍灭罪 这个在如来虽好光明功德品里面 就透过那个天谷 跟这个兜率天的这个天子 来开示了他以这个无尽 帝王无尽的身口意 还有他这个来忏悔他的过往的恶业 这一个关系 来达到这个普遍的一个忏悔的一个盛行 这个部分就是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你要去观照什么 观照那个无自信 观照那个空性 然后你才能在事项当中 能够契入他背后的隐 隐而不闲的那个提醒 这个一定要常常去提醒自己 如果有人骂你的时候 这个就是要拿这个境界来观照 而不是拿这个境界来烦恼 你要去观察 就好比 对啊 你看那个不静观 他就是从头开始 从头发 从你的头 从你的五脏六股 开始观察他的不静 那同样的啊 你要观照他那个缘起的无自信 你要去看这个因缘 他的生成 他是什么 什么因素的组合 什么因缘的组合 这个叫悉空 分析 透过分析以来 气入空性 你不应该骂人啊 你不应该骂人啊 现在我们讲的是境界 如果你骂人 这个境界是你造成 就是你create出来 你骂人的时候 你骂人的时候 你还是知道你在骂人 你骂人的时候要清清楚楚 知道我在骂人 对 所以其实我们修学华言的人 你要很有觉性 其实我常常在提醒大家 我们要带着觉性过生活 常常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契入这个空性 明明 对 观照力不够就是我们的觉知力不够 你那觉性升起来太慢了 有时候我们常 你有没有常做过后悔的事情 后悔大家知道 对 其实会后悔 其实是怎么 代表你还有觉知 你还知道说 我不应该这样 对不对 不管你是好的后悔 还是不好的后悔 总之你后悔 对不对 后悔就是代表说 我觉得说我之前做的东西 应该不能这样做 这叫后悔 那 这个就是觉性 你能够知道后悔 这个就是一个觉知 就是你会去观照 反观 自省 这个都是一个觉性 那我们学佛的人 你要常常带着这一份觉性 在生活当中 今天不管 你在阴上 我们才讲说 学菩萨 菩萨 菩萨 菩萨为阴 众生为果 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阴 所以我都是直接 阿福去 先做了再说 对啊 果就是痛苦的时候 你才在那边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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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都来不及了 那菩萨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在 他的觉性能够遍满 他安住在那个理性上的那个觉性 能够普遍 所以他很常都是什么 跟菩萨相应的 他很常都跟觉性智慧相应 跟禅定相应 所以他不会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做了之后 然后你才发现 哎 我刚刚那样 有的人还不觉 不知不觉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现在学佛 你要知道 要知道知跟觉知啊 我们没学之前 我们都是在 真的是 不是后知后觉 是真的是不知不觉 有时候做了怎么样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 所以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你说这个法门 有没有什么 无法 你要怎么去观照 你就不是在一个事项上 而且你要普遍 让这个东西 能够穷尽你的生命空间 你的 你想想看你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你有多少的时间是 安住在正念当中的 要想一下 扣掉睡觉 睡觉 睡觉那个更难讲了 睡觉完全意识是 没有办法控制 除非你有修圣神人 观照觉知的产品 所以你家之类 不然你通常很难 然后你行住坐卧 你都在想你 你关心的事情 不是家里面的事 就是工作的事 就是等一下要做什么事 还有烦恼的事 你关注的事情 你关心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正念上的时间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为什么常常学佛修行 其实你说 俗习或是持咒 或是念佛 其实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正念 就是你常常要带着决心 你念佛不是嘴巴念 现在讲的这个法门 其实就是你要把决心带进来 而不是说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你做功课就是跟着念 念对也念 念错也念 都不要念 其实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常常带着一个决心 这就是一个正念 你要清楚 你即使做错了 你也要清楚我做错了 这样你就能够赶快来修正 好 那所以试真法 再来试真法就是指说 所谓的真法 其实就是 刚刚讲的试法界里面 特别在华言里面 会强调这个理事无外 跟事事无外这个部分 好 那第九个开阴性 指的就是说 我们一切的众生 都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经典里面的阐释 让你知道 以言说来显示 让你知道 你具足这样的佛性 所谓这个阴性是指说 就是像上一个礼拜讲的 你真杀不能成犯 你修行为什么能够成佛 就是因为你具足佛性 如果你没有这颗佛性佛性的话 你是不会成就的 那因为在整个一圣教的教法当中 他不像三圣的像为士 他们会有开五种种性 有所谓的一禅迪 断大善根 就是造五二十历的这种罪业的人 他不具足佛性 这个叫一禅迪 没有这个佛性 那所以他们开了五性 五种种性 所以说 所谓在怀言里讲的开音性 就是要让你知道 在如来出现你里面 还提到 众生本质具足这样的一个 同皮鲁真阿如来的身心 无障碍的一个生命经济 这个就是音性 然后透过言说 然后让你知道你具足佛性 透过经文 然后让你契录这个修正 悟入显现 这个就是开音性 让你知道你具足佛性 而且你是可以依着修行的法门 来契录成就 然后历经厚止的就是什么 就是能够 就是指立一当机的意思 那刚刚有讲的 立经指的就是指 在会的这些法生大事 这是现在机 那历后就是你现在见闻到 这个华严经 听闻到以圣佛法的这些众生 都是后世的一个当机众 未来机 这个就是当今见闻的这些众生 那所以说 令得见闻 上一个礼拜有讲 华严有三生 三生成就 第一个是什么 见闻生 就是这个见闻 透过见闻 透过听闻 然后这个方式 然后再来 起行 正路 第一个是见闻生 最后一个是正路生 第二个是什么生去 解行生 对解行生 就是见闻 然后起解行 然后契录正德 这叫正路 华严讲的三生就是这三生 见闻生 解行生 跟正路生 那这三生 其实不是三辈子的概念 它是什么 就是三个阶段 那这阶段的快慢长短 关键就是在于各位的身上 也就是我们这个善根深厚的问题 然后能够契录这个法门 也就是回到这个 对于体性的这个理解的 这个深刻体正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按你的程度来分见闻解行 跟正路 那见闻其实在华严经里面 其实就是在实性的这个结尾 还在实性的结尾 这个叫见闻 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外版 实性结尾 所以都是什么 见闻生 等到你入空性了 所谓这个解啊 就是你正路空性 十柱位开始 这个叫解行生 然后正路生 基本上就是你正德了 这个 这个妙诀果位 正路的这个部分 成就啊 圆满成就 就是会有这三色的一个差别 好 那所以这十种呢 就是整个华严的硬式的一大式因缘 有问题吗 所以说 华严经其实 他最后结尾他就讲到 言法尔 所谓的法因尔 法尔如是 法尔自然 就是指的是 王道坦坦 千古鸿归 一圣玄门诸佛其正 也就是这个道理 华严经里面宣说的这个生命境界 佛的生命境界 这个道理 其实他是从古到今 乃至 佛有没有视线 乃至现在 佛有没有视线 乃至未来 其实他 一切诸佛所证得的生命境界 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生命境界 所以一切诸佛 法尔如是 以无尽世界 都转 无尽法文 为了是让众生能够 反本还原 敬未来祭福也休息 这个就是整个华严经的教企因缘 有十门 那所以这个整个 就跟大家再一次再复习一点 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从法上的这个在解释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包括缩精石缩精处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基础都是在刚刚讲的佛的生命境界的这个状态当中所开展的一个对于华严经的一个理解 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有问题我们可以有个互动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axe 猻尘 猻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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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 猻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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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